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用豆角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吃过 先在大盆中倒入400克的面粉 加点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搅匀之后用230毫升的热水来和面 水的温度在60-70度之间 搅成面絮状之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下面准备一把豆角给它切碎 尽量切得越碎越好 准备一块老豆腐,先切成厚片 再改刀切成豆腐丁 再切点胡萝卜丁 这是提前泡好的木耳 给它切碎 油热以后倒入豆腐丁上锅煎一下 将豆腐丁煎成这种尾黄色 先给它盛出来 然后倒入葱姜蒜 给它炒香 炒香之后放入豆角 换炒均匀 让豆角都裹上油 炒至豆角呈脆绿色 倒入胡萝卜黑木耳 炒匀之后把火给它关掉 再把鸡蛋和豆腐丁倒进去 下面调一下味儿 加入盐 花椒粉 胡椒粉 来点生抽 放点蚝油提鲜 用锅里的余温将食材环炒均匀 盛到大盆里给它放凉 面团也醒好了 拿出来给它搓成长条 切成均匀的面剂 拿一个小面剂 擀成一个长黄形的面饼 擀好以后放入适量的馅料 均匀的给它摊开 留出三个边不用放馅 将两边给它往中间对折一下 再从底部给它卷起来 收口处给它压在下面 再往中间推一推 一个生胚就完成了 都做好以后摆到蒸笼里面 一定要水开之后上锅 这样蒸好之后会更加的柔软 用大火蒸上10到15分钟 时间到之后关火 直接打开锅盖 看着表皮静颜剔透的 都可以看见里面的馅料了 切开看一下 一层一层的香味扑鼻 营养美味可好吃了 两头是轰住的 吃到时候也不用担心掉馅 做法比包子简单 又比油条好吃 喜欢的试做一下吧